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 发表的关于区块链技术的谈话 清楚揭示了中国发展区块链技术的野心 他表明区块链技术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图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相关言论一出比特币一度冲击11000美元 实现8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然而香港经济日报一篇报道提到 中国急于发展区块链实际上具有其战略意义 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通道 并借助区块链网络摆脱美元交易系统 为金融战做好准备 意义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攻势 报道指目前跨境转账 主要需经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但动辄两天甚至更长时间的结算速度 再加上特定费用的支出 实在无法追得上现金金融数位码的趋势 此外Swift虽是中立机构 但交易主要用美元进行 因此Swift经常受美国影响来制裁与美国敌对的国家 被制裁的对象形同无法与全世界进行资金交易 等于是被排除在全球金流之外 比方说伊朗因美国制裁而被Swift暂停部分业务 而两年前Swift也应美国的要求排除朝鲜 等于全球所有银行无法对朝鲜汇款 断绝了朝鲜与外界进行商业交易的机会 也阻断了其资金来源 报道指美国当然不可能轻易对中国使出Swift制裁这个大绝招 但中国也不能不有所提防 而对抗的最佳方法就是透过区块链进行交易 以新的清算系统来减少风险 尽可能不被Swift垄断市场所影响 不过自由时报一篇评论认为 区块链的本质与精神 其实与中国政府的统治机制充满矛盾 因为区块链强调去中心化治理 对于中国这样的极权统治根本行不同 再者区块链的价值在于资料无法轻易被篡改 但这样中国要如何造假经济数据 移除不利的网络内容呢 区块链显然会让极权国的统治很不方便 更枉论区块链的匿名性了 在中国这种凡事皆要强调实名制的国家 怎么可能允许区块链保障隐私匿名的可贵之处 港媒报道如果比较中国与美国政府 对区块链的思维与建构 就可以彻底了解中国对区块链技术的监管方式 发展方向 基于外界所认知的区块链模式 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中国将区块链视为一种信息服务技术 重点反而在于监管 中国发展区块链倾向所谓的无必区块链的发展 因此技术核心是服务于实体应用 在医疗 司法 工业 媒体等领域均有探索 中国绝对是将区块链作为与美国打科技战 金融战的技术之一 对中国而言强占区块链先机也成了中美竞争的关键 如同往年一般 这次四中全会也是充满猜测 除了会议时间有些拖延而爆出各种内幕以外 中共高层确实也遇到内外交困的情况 包含经济的下滑幅度超过预期 从中南海到民间都倍感压力 中美贸易战看似缓和却存在许多变数 而香港反送中示威进入第五个月 短期还看不到平息的契机 四中全会就在这样的氛围下悄悄开议 宋文迪于上报的个人专栏指出 关于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 是在最近政治局会议决定的 习近平先在该场会议确定通过了他的提案之后 才宣布号召同志们尽快一起来开个全会 邀请更多人背书刚刚已经做好的决定 简单来说 这就像是有人要先确定自己会赌赢 接着才愿意上牌桌 同理习近平要先确定全会的结果顺利 然后才宣布召开全会 提早避免出现重大意外或者分歧 至于巩固权力和稳住经济的优先次序 唐新元在看中国的评论文章认为 对于习近平而言 能否抓住权力而定于一尊 仍然要比稳经济更加重要 过去一年多 习近平经常把要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挂在嘴边 但现在也暂时不太提了 台湾学者赵春山在《风传媒》的专栏分析 其实意识形态问题才是四中全会的主轴 也符合以往全会的惯例 依照习近平拟定的施政蓝图 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而从现在到明年 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因此这次四中全会非常重要 胜负关键可能就像港媒所说的 必须跨越中国经济成长缓慢 贸易战火持续燃烧 香港反送中运动 欲罢不能这三座相连的大山 这是中共高层召开全会之前 必须先深思熟虑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赵春山提醒 陈同佳案件的重要性 他愿意到台湾投案 并不单纯是一桩跨地域司法案件 北京希望从哪里起头 就从哪里结束 越早结案越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则是无力管控危机 也乐得快点丢出手中的烫手山芋 但是刚好遇上台湾大选热潮 各种问题不免会被政治解读 当然包含司法问题 于是一名杀人逃犯 变成了政治人球 但最后会被推到哪里 恐怕还是北京当局最伤脑筋 尽管台湾议题 没有列在这次 中共四中全会的议程中 但是三座大山都直接 或间接触及两岸关系 这一点不能完全忽视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在北京举行 外界猜测这次会议 可能研溢中共高层的人事布局 以及官方所说的 深化改革走向和路线 为了这一场 山山来迟的中央会议 北京当局不仅加强控制部分 异议人士 更严控网络通道 美国之音报导 四中全会28日 在京西宾馆开幕 周边戒备森严 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临近会场地点的地铁 出口关闭 长安街两侧 部署了一些特警 还有不少身穿 统一样式夹克衫的便衣人员 在人行道停留 维权律师包龙军就说 当天他在东单地铁站 换乘一号线时 遭到警务人员盘查 因为没带身份证 被强制带到警务室 原警说他有前科 要求咽尿或者咽血 他当场予以拒绝 并依法要求警方出示 正式传唤文书 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派出所副所长 对包龙军解释说 今天四中全会开会 他们一线远警 是按照任务履责 与他没有个人恩怨 希望他能理解 然后让他离开 另外其他还有一些敏感人物 也被加强监控 像是人权活动人士胡佳 就披露 由于四中全会 他被软禁在家 五天足不出户 有便衣和警车把守 他表示这是常态 但比起被判处 无期徒刑 关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学者 伊利哈姆 这种状态要好上百倍 资深媒体人高于 27日开始也被上纲 他上周曾和几位朋友 一起去昌平天寿 林园赵紫阳墓碑寄扫 发现那里有便衣人员 看守禁止拍摄 另外自由时报 还引述台干爆料 中国的网络控制 在四中全会期间 更为严密 网民要翻墙变得更难 不止台湾网站 包含美国 日本 英国等外国网站 都上不了了 就连香港也翻不过去 中美两国有望达成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 有外媒消息指 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文本 恐未备妥 该消息引述美方官员言论 称中美双方将继续 就该项贸易协议 开展工作 违或会因为文本 未及准备妥当 而未能如期于下月 在致力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让两国领导人签署 但该官员表示 此举并不意味 该协议陷入破裂 然而在此谈判 在传波折之际 据香港经济日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美主要贸易谈判代表 将很快再次举行会谈 同时两国工作级别贸易谈判 将继续快速展开 他接着提到 参展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美国企业数量达192家 比去年增长18% 美方参展面积达到4.75万平方米 居各参展国的首位 说明包含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均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 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 愿意继续投资中国 愿意继续与中方深化合作 他表示改革的步伐只会越来越快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并呼吁国际社会牺手合作 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另外有记者问及美国 英国等一些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 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互动对话时发表共同发言 批评中国的涉疆政策 耿爽表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依法采取的 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等一系列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 和去极端话举措 极大扭转了新疆的安全形势 他还强调这三年来 新疆并没有发生爆孔事件 人民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中国在新疆采取有效举措 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 维持当地安全稳定 他也再次强调 美英等国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 根本没资格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他们应该做的事好好反省自己 奉劝这些国家尽早收起 维护人权的假面具 停止在人权问题上 搞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被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 耻夺名誉博士学位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对此再度发表意见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胡锡进建议中国大学 积极考虑授予何君尧名誉博士学位 以表彰他从事律师业务 和履行香港立法会议员职责的卓越表现 胡锡进在微博表示 何君尧2016年9月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以来 其爱国爱港的鲜明态度 受到香港激进反对派百班攻击 不仅祖坟被破坏 一个办公室遭到攻击 现在英国的大学又剥夺他的名誉博士学位 显然都是冲着他的爱国爱港立场 胡锡进建议中国能有一所大学 积极考虑授予何君尧名誉博士学位 他表示中国的大学在授予名誉学位方面一直很谨慎 建议他们以后不妨更活跃些 别眼看着西方大学尽情表演 推广他们的价值观 他同时指出 无论基于个人认识和感受 还是依照世界公认排名 中国比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强的名校已经多得是 而且中国很多高等学校在世界上影响力越来越大 根本轮不到英国随便一所大学拿荣誉博士的头衔 对中国的事情品头论足 这当然只是胡锡进对香港问题众多回应中的优异表态 之前他对香港逃犯条例 美国国会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等都有发言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1月4日起初访中国 马克龙上任后 许诺每年一次访问中国 此次访问恰逢中国与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 以及上海进口国际博览会召开 发广报导中国外交部消息指法国总统马克龙 应于11月4日至6日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应当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博览会开幕仪式 公开消息并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5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欢迎马克龙访华阅兵仪式 外界料马克龙将与习近平在北京见面 报导指马克龙2018年1月首次访问中国时 行程是从西安开始 今年马克龙访华可能从上海访问开始 他上任后计划推动与中国关系 并许诺每年访问中国 今年也在法国迎接习近平到访 法国总统府没有透露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议程 以及访华主题 但媒体预见会有大型经贸代表团随访 川普通污门事件持续发酵 他涉嫌以近4亿美元军事援助为条件 寻求乌克兰给予政治利益 促使民主党主宰的联邦众议院 正在调查这些指控并公布立法草案 准备进入弹劾川普的下一个阶段 根据法新社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乌克兰专家 陆军中向文德曼 在闭门作证的书面证词中表示 曾募集川普与一名资深外交官施压乌克兰 迫使其提供政治上的帮助 他表明自己有听见川普在7月25日的电话中 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施压 而也是这通电话促使众院的民主党人 对川普发起弹劾调查 报老指文德曼这份证词 堪称具有爆炸性的威力 而这也是川普被控滥用总统职权 违反选举法 以获得基辅当局支持他连任至今 最强而有力的证据 文德曼遭川普抨击是永不支持川普的人 川普甚至在推特上追问 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或允许为一通完全适当的电话作证 他还质问文德曼有跟他在同一通电话里吗 并没有 而文德曼的作证也引发共和党人的踏伐 全体动员来破坏他的信誉 说他三岁才从苏联移居美国 忠诚度可能有待检视 报导指从伊拉克战役中 因受伤货班子新勋章的文德曼 是首位出面作证的白宫官员 分析认为他的证词可信度高 杀伤力更强 较先前作证的文官的证词都更难驳斥 此外华尔街日报引述纽约时报报导 文德曼再次作证时明确表示 白宫关于川普与乌克兰领导人通话的文字记录 漏掉了关键的词和短语 文德曼称尽管他曾试图找回遗漏的内容 但未能成功 他并表示其中两处遗漏 是川普谈到他认为有拜登讨论乌克兰腐败问题的录音 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到乌克兰布里斯马天然气公司 犯下相失命案而引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陈同佳 在香港出狱后表示愿意到台湾投案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天指出 正寻求尽快安排陈同佳赴台受审 并说事件与两地司法协助没有直接关系 根据中央社香港立法会今天上午举行大会会议 李家超回复民建联议员李慧琼质疑时 表示港台双方已就陈同佳赴台的安排展开联系 他又说陈同佳在台湾杀人 相关证据都在台湾 因此台湾对案件绝对有司法管辖权 既然陈同佳已表达自愿到台湾接受审讯 又是台方通缉的人 那么到台湾自首与司法协助并无直接关系 完全可在司法协助以外直接处理 另外台湾司法部次长陈明棠今天表示 人权保障不分国界 无论台湾居民或外国人在台被害都有同等保护 陈同佳案的受害者家属可以申请补偿及协助 至于陈同佳案是否可以适用并启动修复式司法 陈明棠指出陈同佳与司者家属都不在台湾 因此未到修复式司法阶段 而且是以同意协商为主 英国下议院29日投票表决以438票 对20票通过约翰逊的动议 确认了英国将在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 德国之声报导 此前国会在反对党的杯葛下 三次拒绝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 虽然国会多数都支持提前大选 但是因为工党在投票中弃权 导致票数不足 议案未获通过 引发约翰逊批评工党 不相信人民为自己发声 在这之后 工党的态度出现转变 宣布将支持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 报导指法案之后 还需送交上议院进行表决批准 但由于上议院批准的几率非常高 法案有可能在下周末便会正式生效 一旦完成立法程序 国会在投票日前将只剩下5周的竞选期 下议院领袖瑞斯默格表示 如果上议院批准法案 国会将在11月6日解散 报导提到英国主要政党的领袖几乎没有时间为新选举做宣传 再者12月的选举又会遇上欧盟领导曾换届 反对党工党提出修正案 提议将大选日期再提前到12月9日 才可以保障大专学生投票 因为学校还没有放假 但该修正案以315票对295票遭到否决 工党领袖柯尔滨表示 这将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有野心最激烈的一场选战将造成实质的改变 他也指出这是英国的机会为了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来建设国家 让国家更适合下一代生存 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说 英国是时候该团结一致了 也是时候把脱欧处理好 他承诺在新政府产生之前 他将暂时搁置他与欧盟之间的脱欧协议 欧盟已经同意将脱欧日期延后到2020年的1月31日 然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图斯克警告英国 务必珍惜多出来的时间 因为很可能不会再有下一次 他在推特上写 我的英国朋友欧盟27国已经正式同意延期 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请善加利用这些时间 我为你们祈祷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